3 2 1 加油 好的 比赛开始 这里是2024小票春季赛季后赛胜者组决赛的比赛直播现场 来到了双方BO5的第一张地图潜艇 这边是由一批舍员担任潜伏方 白沙担任保卫方 这边我感觉鹰汉都没有启动啊 怎么就被穿了 是打了一个提前枪吗 就感觉这个 对吧 它是没有启动过点的 对的 它是想要过点 甚至是一个小大跳过去的 第一线就被拿到了一个手杀 想申请看一下 老波老师 可以跟我们后续来一下这个位置的回放啊 因为感觉从它的视角里面 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再做一个启动 大米这边好像也吃了颗手雷啊 而且这个主要是 FIRST刚开箱的掉血了 我差点以为从哪里 隔着 什么意思 更衣室进得很快 1分30秒就要来 肖肖第一线是直驾的 哪边先动呢 走廊和更衣室哪边坐同步 在这个位置先出来勾一排 吸引了一下肖肖的注意力 但陈紫阳和肖肖各战一人 陈紫阳又收一个 这边还要收 第一分是白沙拿到了手里 没错也是依托于肖肖这边第一时间 这个一二门的过点的 拿到的手杀嘛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拿到这个手杀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 EP并没有去放慢自己的进攻节奏 反而是其实在 回来 回来就打 听一下交流吧 回来 走廊 回来 打走廊 回来 打走廊 去黑屋 去黑屋 打走廊 现在 马里跑 今天的节奏这么快吗 走廊先出 FIRST先驱掉了肖肖 B区只有一个人 FIRST这边是个断点 走廊的位置已经准备就绪 那三个走廊可能要先动呢 正面就一个TK 但是还是被解决掉 二楼的位置陈紫阳 被塞子收了一个侧身 没有反应过来 他只剩577了 也知道577是诸位的保卫者 没有我 加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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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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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话 听我说话 这把几个人 下巴我还想打 还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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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但不知道别人那么远 过一下点 快一点点 央开看 肖肖进黑屋了 直接就打 知道了 二楼的原因 下马 下马裹的不用再一个门了 跟大米后进去 直出卷底 三二 一匹 拿到这一分之后 我们看到NAS教练 继续的想要用同样的招数 再一次针对B区的这样的一个防守 是的 我感觉就是在失去M200之后 肖肖这个位置 就是我看你回黑屋了 我就去夹着你B打 就主要是现在看一下 白砂这边能不能防住这一波吧 对 更衣室直接摆阵 那如果说能把包匪成功打掉的话 还不好说呀 这个局面 同时肖肖的选位也比较刁钻 更衣室的双架 如果走廊先进的话 哎 肖肖选点去哪边 正在换点 跳回来有看到吧 看到了 但是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边的更衣室 第一时间是一换一 这边念旧 又收一个 黑屋这边 啊 秒人机器 全是三五发秒的 我们看到念旧这里 从更衣室的第二个人 再到黑屋的这个两三发 再最后到走廊的最后一个人 基本上就是三发之内 三五发之内带走了 是的 我们从对方的一个开枪节奏 能够看出来 不给你开枪的机会 看到走 看到就走了 也就来到了胜绝之后的第一张地图 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 状态是非常好 不得不说 一笔这边做的这样的一个 针对性的准备工作 就是我 跟你打一些快速的 其实我们在 呃 常规赛的时候 大家的进攻节奏 能看到是比较慢的 是的 这一次肖肖要干嘛 主动摸出来 有背身 打了一个 另外一边更衣室 闪神也做了一下侦察 感觉白大神打得也很主动 您有你的准备 我也有我的功课 是 这边做的也非常的主动 决赛之争的第一张地图 前四分 两边的选手 不管是精彩的操作也好 还是教练之间的 一个战术上的博弈也罢 都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强度 提前优势 拿到首杀之后 目前还是五打四的一个优势 来看一下EP这边怎么做运营 四个人要选择抱团 卷底是由B包点来反代 念旧这个时候一分钟直接出了 走廊这个位置 不打 先打一个 那这样的话大部队大概率是可以判断的 就在中断 背身这个位置 大米回头直接把念旧给秒掉 更衣室也进人 包点是单挑 锁在中断了 在这边受掉五集之后 二打三 不保大踢吗 在这边不想走啊 自己留位空了 这次闪上看一下有没有被发现 他听到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的 包匪这边受到压力 也同时萧萧这边拿手枪 直接解决掉了这边的宰宰 就在保点 只剩下大米一个人 大提这边要主动了 大提还有一个 大米这边刚刚现妙了 一个时间剩的不多了 最后也被萧萧一拘带走 今天我们其实有看到的就是 白鸦做的功课就是 我针对于今天这场前进的较量 我是做主动的 我作为保卫者 不是特别的被动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他们的防守节奏是偏被动偏厚点 反正在今天走廊主动 然后在各个点位上面 更是一些前顶双压 主要就是上一份走廊的位置 第一时间萧萧来 就拿了一个手杀 然后后续念旧 在关键时候 确实是这种明星选手 敢做这种比较激进的动作 那现在在对方走廊有人绕出来之后 可能对于EP来说 整体的一个进攻节奏 也是需要被打乱一下 对可能不太会那么着急的选择一些快速的进攻了 是的 来看一下这份EP的一个打算 2号为念旧 借着一二门的烟雾弹 自己把身位又腾回到了卷底 来来这边其实有换了几套防守的这些战术 嗯 从这个刚才有几分是卷底不放人 然后更衣室的一些双架 再到刚才偏向于这个A保顶的这样的一个防守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更衣室要来吗 陈紫阳正面下烟雾先藏一排 3号要走 这个走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要不要过来反代啊 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稍微的空一排 我看大梯这里其实是有两人的这样的一个防守 给了这颗闪光弹 进点好像掉下去了 崽崽这边先等来了陈紫阳 对就是 其实走的时候崽崽是露了脚步的 另外一边 大提响主动 武器即使换了一个 脚下的无难 能不能漫成收割 第一时间先解决掉了硬汉 C4就在大提这边 3打3 管道这边还不能着急 念旧这边先补回到A控 知道卷底有了 那告诉念旧自己要小心 但是这个时间剩的很少了呀 20秒不到的时间 A控这边是一个单挑 但是念旧这边枪没有打过崽子 与此同时 10秒钟的时间 包匪现在要去到B包点 晓晓这边先绑命 知道你没下包 那这种情况下 FIRST马不停蹄的来到包点 先安放C4 两边形成一个2打2 卷底的位置 YCK迎来了这一枪 那这样的话只剩下无难自己 晓九的1打2残局 看这边是FIRST跟颜开双区的残局 没错 看一下两个人的选位 直接在烟雾当中 FIRST收掉了这个人头 主要是在正面对象上面 念旧第一线没能扛得住宰宰 宰宰直接摸到A控把他给摸了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但凡这个点他拿下了 其实这一分对于白杀的时候是优势 没错 但只要宰宰拿下这个人头 他们就能来回的去转点了 而且这个点位其实是应该是 蕭蕭告诉他的 我们来听一下这边 这两个二门差很得弱 中期 我一直说了 他那两边人人多 他特别让你不说 二门给音乐 二门给音乐 来 来 来 好了 他是B控 他这几分都是B控人多 二门给他放的很空 他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他中期就是我感觉两边人多 二门人少 当 vi正好咱可以选择系 夹一边 裹着带牌 裹着带牌 念건在哪打仁多 裹着带牌 你们去走走狼呗 我不用 别碰了 我自己 那你333 尹 episodes 杨凯自己控 你控大B 你控大B 我控我控 你自己代 你自己代 让开 雷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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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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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步 哪有念旧打别的地儿 哪有念旧打别的地儿 摸摸摸 加币 加币 我再走 加币 看到念旧 直接走 艾迪的压制性非常强 另外一边的萧萧呢 正面先抠另一枪 包点的位置要先保命 这种情况下 蹲起先打了一个走廊 这边比较担心 被硬汉这边打了一个侧身 然后硬汉这边再来一个 念旧这边杀赖币宝点了 进点闪神念旧 还在优秀 两边回到了一个一打一的局面 武奇奇一个颜开 队友有说 这个走廊 但是丢的时间差有点多 换身位的过程当中 武奇奇正好把握住了机会 就这个一秒钟的时间 没错 他其实一直有待 就想看 跟一世看这么一眼 直接被武奇奇收下了 念旧还是顶住了 顶住了第一个之后 第二个他应该是跟大米的两次的 这样的一个对位闪身 是战胜了 就主要刚刚那个 听门运动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 NAS这边给到的一个思路就是 看到念旧 这个半区我就不打了 因为念旧手上也太好了 是的 但是问题是念旧这边追着打 对 就从烟雾弹里边我突出来 直接追着你来打 从A控追到了这个卷底到黑屋 没错 这中间是没有停的 主要是 但凡你停一下 可能也能被拘给控倒 是的 而且其实硬汉那个位置 已经比较出色了 第一世间的突破 对 听压西莫的焦虑 你怎样看 走了 行 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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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音试进来了 就往后退 MOKIN GORNIN 你们不要了 没事 你们收好你们自己 没事 听我讲啊 如果 如果到最后不行 实在不行 就3点2的 啊 知道知道 三手中 二手中 加油 没事 拉扯去向他 刚才我知道跟音试局 我不敢拿他 他过来送我了 我准备去二门布克烟啊 去去去去 别动了 就在这个给雷的时候 人过了 没错 但是EP这边迟迟不见人啊 A控的人去哪儿了呢 他们打40秒钟 捐给我人在 5秒钟 来小提 老九 准备就绪了 后续的一个加币 三点上的无难 换了一个身位 正面配合队友 打一个三点上 又来一个 拿到离波双闪 这样的话不太好来了呀 走廊 走廊 直接出来 还是被小小补掉 5比2的比分 没错 这一分就是你 跟音试出来 第一时间其实没有看到 就是卷底第一时间出来 是没有看到B的人的 是的 被远点的捕捉到之后 小九藏了一排 这个很关键 一个后撤步 到了柱子后 再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一点点的小测试 是的 就是主要就是无难的选择 对 他知道走廊这个第一口 我先不管了 对 我就先打你卷底的人 这样的话 比分随机来到了 5比2呀 西莫交了第二次的交流 我们来继续听一下 低控机箱 让我看 看吧 他就去 有没有大碰 有没有大碰 FUST 天秋总能不能去卷底 封烟 再 要搓他一下 开烈箱了 走 留下就我不知道 想变赛 没事 我再看再看 关到没见 关到没见 等我打了 我看走廊 我把我打了 我看二楼 这把 这把关到一套 听我说 听我说 我看到大咪了 我就看走廊 我没看到大咪 我就看二楼 我给得抱着 这把关一弹啊 阿老九 你还把一弹 拿走的机枪给我打死 还有压麦呢 没有了 我没放上了 那不要了 算了吧 没到了 我不到了 慢跑 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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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过去知道吗 浪费了比较多的道具 而这边潜伏者是全道具 没错 一个道具都没有投掷的 15个道具 大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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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没去 带走廊 大咪了 大咪了 中文字 大咪了 一门我的三光 他在这边 没打 有发现 这个情况下 直接选择埋放C4 但是陈紫阳帮枪太快了 那这样的话只剩下外ZK自己了 直接被收下6比2的比分 这边FIRST也是没能想到 陈紫阳能来的速度这么快 我刚想知道就是 念旧这边A控的这个白是谁给的 我没有看到 我看到进来的两个感觉潜伏质是被白的 感觉像踩着自己白进的 对 感觉这个白人 一二号位都是吃白的 对 我觉得是自己的人吃白进来的 大体要来一下 一个闪光一个手里 武奇迪带走了 再再 还要一颗雷不能在这里战斗了吧 这颗雷有点痛啊 大米和FIRST两个人全都变成了残血 从小几图当中能够看到 形成了一个超级重A的防守 另外一边四号位的反摩陈紫阳 插车的位置打一个 看到还有人再收一个 白ZK这边实现了一个补枪 又只剩下双击了 而且这边FIRST的血量比较低 这边陈紫阳直接从外长掏了出来 这种情况之下 又是给到双局比较困难的一个残局啊 大家这边现在已经是冒火了 作为保卫者而言 所以说上半场的最后一分 留给FIRST和YZK两个人身上的担子是比较重的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处理这个残局 管道代言 自己走管道主动 小几个这边要探一下吗 他没有 他是管道这个位置不太好先动 让FIRST先动 是的 只能FIRST先动 就看这个单挑能不能打得过 就看怎么排了 有看到 回枪了 是的 继续 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两个人还能做运营 就打H 又是AEB 只不过对方的主人公换了两个人啊 H的肖肖 正面 知道 手枪直接补枪 FIRST这边是个残血 那这样的话只剩YZK了 管道的位置 肖肖有没有在做代看 不管肖肖了 要去B半区 可能判断两个人大体是在一边 但是念旧这边在二楼等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 听到低包 知道就在B包点 看一下选择 枪法依旧非常准 三发带走 那这样的话 上半场的比分锁定到了7比2 白沙手握巨大的优势 我们来看一下 攻守互换之后 白沙作为潜伏者 他们的进攻节奏是怎么样的 因为其实在上半场我们有看到的是 EP这里在前面的几分 主动的选择了几次快速的进攻 那这几分快速进攻 其实没有起到太大的一个成效 主要原因就是念旧这个点 对 真的就是念旧这一个人的位置 发挥很出色 先是第二分的一个四杀 是的 再到那一分黑屋换了两个人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非常关键 只有一分是宰在 也在A控这个位置起到了一个作用 就把他把它收了之后 这个三局是完成了 所以说中间我们有听到 Nex教练在聊的时候 就聊到就是可能 今天念旧这个状态就是他在这个点 我们打另外一个点 但是另外一个点我们又看看 刚才这个B局小九跟这个肖肖 这个一个是他的命中率 一个是肖肖的这个小九的手感 从走廊上到A控 做了几次的这样的补枪 就起步是一个双杀 是的 就每次无难来补的点位 时间也是刚刚好 对 所以说现在给到EP的压力 其实是挺大的 7比2的一个比分 来看一下攻守呼唤的第一分 白哈这边会给出我们 怎样的进攻思路 3-2B要直接来吗 走廊这边已经做好准备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看一下FIRST这边第一枪了 走廊的第一枪出现了一个空枪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更一世大米选择反摸出去 一波刷屏之后只剩无难自己 无难输了两个之后自己的血量非常低 我们看到保卫者是选择了一个球稳 这边还是被直接拘掉 齐比3的比分 没错 这一分虽然第一枪FIRST空了 但是在更一世跟卷底这个位置 全部都扛下来所有了 是的 而且能够看到这边EP给出你这种 你夹我臂的一个思路嘛 因为夹臂你肯定是需要分兵作战的嘛 大米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先吃一头 对 堵着你一边打 这个也像这个供电所上中路 这个包括这个小刀RAT的时候 选择把中路这个点 或者把小刀这个点给按下来一个点 是的 然后再打一些回防的位置 攻守护换的第一分 EP这边是成功的守了下来 7比3的比分 小小今天一直在穿这个点呀 比较担心借着这颗烟雾弹 可能一二门近点的位置有人埋眼 之前可能做过这种眼卫 是的 所以说他们是一直有做忌惮 FIR IN THE HOLE 大体进点给颗守雷 硬汉这边持续架烟雾 然后把三号位的仔仔叫了回来 FIR IN THE HOLE 给烟雾 50秒的时间给的动静比较大呀 57这边一直想配合队友来找一下有没有人做这种卷底甚至横拉的动作 FIR IN THE HOLE 继续的往A控扑烟 要不要二次来进攻这里 来了 不见人 这次卷底的位置已经就位了 那这样的话B半区的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H还要给动静 管道下来了 没错 什么时候做这种反摸呢 这种情况下 57已经来到了卷底 迟迟不见人 一直不见人 包点的位置 first的是一个残血 先被57给解决掉 另外一边大迷怎么办呢 就在更衣室 也就又收了两个人 然后更衣室这边 肖肖是赶了过来 把大迷直接收下 是的 也可以叫一个暂停去聊一下了 就是两个想不见的人 全被念就这边一个人给拦了 对 就是你看走的位置 就YZK和仔的 这两个人同时在A控 然后YZK直接下到了这个A控 两个人想同这边B去 这边是一个40血可以收下 8比3的B分 这个分差还是保留了一个5分之多 对 目前看来还是念就的这个点 给到了EP比较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有点太大了 就是每一次都是念就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特别多的击杀 因为只进行了11回合 已经有13个人同时仗 这边肖肖 第一时间打掉了first first其实在今天 空枪率其实还挺高的 就是在前面的几分 直秒点的情况下 我们有看到 前面有一分是走廊直架 然后被这个 还好是大米跟队友的发挥 然后上一方也是架走廊 直架的 不是每一次可能直架上 第一枪的空枪率确实是有点高了 是 另外一边肖肖就是每次蹲起啊 包括比较极限的位置 都是能开出一枪的极限枪 这种情况下大米闪身 看到毕竟而且人很多呀 正面刚交演武弹 在在这边帮忙拦一口 但是特意陈子洋也杀进来了 大米没能拦住 这样的话地区宣告失手 剩下硬汉跟颜开直接来 拳抵这个位置只剩下颜开 颜开一打三的残局 还剩下三十秒的时间 这边要给机会吗 小九里边直接补枪补掉了 白莎是率先来到了局点 没错 图一的局点 一路高歌猛进啊 两边今天的进攻好快啊 就是不像我们之前 在常规赛看到的 就是红秒在进攻 完全完全不一样 而且今天在前期的时候 看到白莎的这种手杀是比较多的 是的 而且上一份 白莎也是采取了一个 之前很少见的四腰 四个更衣室嘛 嗯 而且现在对于EP来说 比较头疼的一个点 其实能够看到上一份 米格的枪法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 对 第一时间其实 在这边慢慢去拉这个枪线了 对的 但是第一个人还是没能补掉 要让G来找一下 大T发现没见人 在后点的话 有没有可能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 G在后点的防守 一点点来 YZK这边也相当于是一个 偏向于二点的指甲 要一起来丢同步的道具 这个位置如果右拐的话 要拼反应 自己的队友也到了 正面第一时间硬汉直接被秒 这边YZK 也被577收了下来 双突各占一人的情况下 A包点顺利占领 然后C4还在家里 这个消息一辟是不知道的 同时四号位陈紫阳还能再去绕一排 年旧这边 他现在不能绕 现在必须要先保一下这个C4 小小这边先收掉了大米 只剩下FIRST跟仔仔两个人了 没错 五打二的局 二打五的局面 这边C4刚刚来到包点 吴南这边直接带走了FIRST 只剩下仔仔一个人了 不立无援的情况下也被念旧手下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白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 做的是商谭 就在利证做大 宁简子里面 地平衡 June BAR 麒 这 Jee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